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昭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关注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一百二十页讲到这里 前面讲到五圣共法 我为众生先讲故事 因为五圣里面 仁天福高先讲 失戒升天之法 就是故事辞戒升天之法 这是为一般居士说的 可以来世 做人幸福美满升天的福报 所以先讲故事辞戒 失以舍以利 由悲由尽别 心田事不同 功德分胜念 故事有福报 有功德 能得未来的快乐 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 那到底要怎么布施 那么才会得到这个布施的功德 这个有一些差别 那这里从极点来说 就是要怎么布施 用什么心来布施 就是布施的动机 通常讲到布施 基本上就是三方面 第一个 布施的心 第二个 布施的东西 第三个 布施的人 就从这三个地方来讲 好 那先来看 他说 五圣共法的布施 就是着重在物资的布施 就是物资上的知趣 怎么样才算是布施 凡布施要有两大条件 第一个以舍 第二个以利 先来看以舍 自己对于该项物资 要有舍心 就是要分享的心 犧牲 就是我这个拿给别人 我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 如被人借去而不能归还 就是 有人 那么 借了你的东西 他是不应该还给你 那你说 那算了 当作我布施给他好了 这个不是你真的要布施 是你不得已的 你没办法的 所以像有一些人 那么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遺产分配 要捐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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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布施 比较没有公平 为什么 是没办法 你用不到了 你不舍都要舍 当然你可以舍给谁 舍给谁还是好的 你还要分给谁 但是这种舍 这种布施 这种布施 就比较不是你真的能舍的布施 因为即使你不舍 也要舍 一个就像这里讲的 这个 这个 举个例被人家借去 不能归还 遗失了 没有找不到 那我就撕给那个捐到的人好了 那这样这种布施 也不是真布施 被人家借责不还 算了 就当我布施给他好了 这个也不是真布施 死掉了 丢掉了 那我就布施给那个捐到的人好了 这个也不是真布施 死掉了 没办法用 我就布施给这个谁好了 这个也不是真布施 因为没有达到布施的要件 你所拥有的 现在你舍出去 你就没有 那这种被借去 遗失掉 死掉 你都不能再拥有 不管你要不要施 你都不能再拥有 这种布施 基本上 比较没有具足布施的要件 所以 这种比较没有功德 简单来说 但是对你的心 也许会比较宽松一点 不然你会纠结在一起 为什么一直没有防控 像这样 所以他讲 勉强给予没有舍心 就 人家强迫你的 人家强迫你的 但你不好意思 举个例来讲 那一群人去一个试验 举个例 一群人去一个试验 就有一个倡议 要捐给事验 多少钱 多少钱 大家都捐 你不想捐 可是大家都捐 你又不好意思不捐 就勉强 可是心里面是其不愿意的 那这种布施也不是真布施 也没有什么布施共同 没有 那 这个都 就是说 布施的第一个要件 就很简单 以舍于就是 你要有布施的心 你要有能舍的心 虽然你东西 拿给了那个人 但是你没有能舍的心 你不得不舍 或是虽然舍了 那么你不是真有舍性 或是你死了 你不舍也要舍 那这种都不是真布施 就其实没有什么布施的功德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用几个例子 被借人家不还你 丢掉了 不知道谁拿走了 或是你知道你是亲手拿给别人 但是你不愿意的 心动不已 那包括死掉了 没办法 人家为你做分配的 帮你舍的 这个都不是 都不是 都不能说是布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以利 就是布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的功德并不是从布施中来 而是从利他的心 布施有一个很重要的 利他 你这样布施就是他的心 最重要的就是利他 就是我因为我舍给这个东西 给这个人 那么他可以得到利益 可以帮助到别人 帮助到这个人 那么这种心 就是基于慈悲利他的心 功德是从慈悲利他的心来 不是从布施的行为中来 如果布施本身就有功德 那么就说我不愿意 应该也会有啊 没有 那所以自从利他的心来 慈悲利他的心来 所以这个秘诺日巴 要死之前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临终的父祖 祖父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他讲了一些 他那个临终父子讲的很有道理 他说三叶与法不相应 念诵以鬼有何用 就是你的身口音 都跟佛法讲的不相应 你就算会背很多经 会念很多奏 那有什么 那什么有意义 那也没道理啊 那智利之心过不从 头显布施有何用 他里面讲的这些继终都很有意思 那其中有关布施的 智利之心若不处 图形布施有何用 也没有什么功德啊 就算你布施也没有什么功德 功德也不大 或是你布施不是为了别人得到利益 是因为你布施要能够得到 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 那当然也有 但是这个功德不大 这是不不 这是虚的啊 他里面讲了很多 很多观念都很好 那 学面我们讲 这个善与法不相应 念诵与鬼有何用 也是这样 智利之心若不处 图形布施有用 他很明白了解 布施就是要逆他 就是要逆他 而不是要智利 你是为了 你是慈悲心 基于慈心 这种布施功德比较大 那如果没有呢 那你智利之心要布施 那也是有 不是没有 但是 你的 你也会有钱 但是你就不受用 你只是有钱 但是这些钱都别人在享受 就是变成这样 但是 就是你会有受用 那就是你有功德 你有这个作用 因为你有那个心 所以 两个 一个是以舍 一个是以利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 很容易记得心去 那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 我们就要 我们心里面就要 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这个角度下手 第一个 是我们自己拥有的 那我们亲自舍 亲手舍 或亲自舍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舍 不要死了 没办法啦 你不舍也要舍 你是舍给谁的问题而已啊 不是你舍的 这是你自己做的 你能舍 有这种牺牲的心 我给了别人 我就没有了 但没关系 别人得到帮忙 就有利他的心 那这种才是真布施 这种他才会产生很绝实的 布施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那你看这个 这个是密勒日八的副主 密勒日八他 林中之前 写了一个记 那么给他的一个弟子 那讲了好几个观念都很好 那么其中一个 自心与法不相依 手持法典有何用 就是你自己的心 跟法相依 都不相依 你念金刚经 没有不住射身相依 去我的心 你念阿弥陀经 没有信念喜的心 你念阿弥陀经 你念无量寿经 没有菩提心 那么你的心 跟这个法不相依 自心与法不相依 那手持法典有何用 你背那么多经 鼓那么多经 也没有用 三叶与法不相依 你的身口义 跟这个佛法说的 不相依 不亲近 你天天在念 念诵遗鬼 那有什么用 也没有用 那么自立之心 若不土 徒刑布施耳 要到处布施 够了这个上司 够了那个上司 你不过就是要交换 要从上司那边得到你要的功能 而不是 而不是 这个要 帮助这个人修道 帮助那个人去除贫穷 帮助 你不是要立他的心 你只是要自立的心 那么这种心 也不能讲没有布施的功德 只是 这个功德是虚的 所以很简单 我们以后要布施 我们就 第一个 抵捨 这是有立他的心 比如说我供养给道场 很简单 我供养给道场 我在意的不是 我能得多少功德 而是这个道场 能够发挥它的功用 利益更多的人 你这样的心就不得了 你不是说因为我布施 我有功德 所以我要布施 有一个基师 他就是这样 他愿意布施 就是因为他曾经布施 后来 好像做胜利就比较容易赚钱 所以他就很愿意布施 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讲没有功德 可是你完全只是因为 布施会带给你好像事业比较好 你是为了你的事业在布施 你不是为了利他在布施 哪一天你的生命不好 你就不布施了 为什么 因为好像这个没有用 或是你布施给基督教 好像更大的利益 你就会布施给基督教 你的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布施是因为 我看到 你说我看到这个团体 这个人 后面会讲布施给谁的问题 但是不管是对象是谁 我都希望他能够得到利益 因为我的布施 他有产生利益 或是他自己得利益 或是他可以再利益别人 那么你的心是基于持非训 是要利他的心 而不只是自私的心 要自利的心 不只是这样 自利的心也不一定是错 但如果你只是自利的心 那种布施的功德就不大 不坚固的 不受用的 只是这样 但我们既然都要布施 我们为什么 不让这个布施更结实 更有作用 但是你的观念对 所以我常常觉得佛教徒 要有证见 证知证见 如果你的同样做一件事 你的观念不对 效用差很多 同样念一提阿弥陀佛 你用什么心在念就不一样 所以同样念一布斤 你用什么心在念 你就产生不一样的作用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布施就两个条件 以舍以利 以舍就是你要有舍心 而不是不甘愿 不得已 没办法被强迫的 就不是这个 第二个 要以利 要有利他的心 好 布施给人 那 或是畜生的 要使人得到利益 那如果说好 那用毒品来布施给人 他现在讲几个例子 你布施毒品给他 那你也是给他 意图毒害对方 就不能说是布施 不是你把东西给他 那你就是布施 不是 这个东西对他有没有利益 就好像我常常讲 就放生 放生这件事本来是有利益的 药师经里面告诉你这个严兽 其中一个方法是要放生 那放生变成 你本来是告诉你 你要有慈悲心 那么因为你的寿命 你生病了 你的寿命受到威胁 你看到其他同样生命 受到威胁的人 感同生受 你起的慈悲心 要帮他严密 要帮他去病 是这样的心 然后这样的心返回来 能够让你严密去病 结果你不是 你是因为他说 这个可以严密去病 所以我就努力去放生 那放生了 那么我就可以严密去病 你也不管你放个生 到底他到底有没有生 就是到到底活不了 活不了 因为你只在意这个放生的行为 你不是在意 我有没有放他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自立的心 自私的心 你只在意 我只要举办的放生 我只要放多少生命 我就可以严寿 所以你就不会去管 我放了人的生命 到底能不能活得好好的 到底 到底我放了这个生命 会不会去伤害其他的生命 那么放了之后 他有没有过得好 他的病有没有好 就好像说叫你施药 你就可以得健康 那你就赶快买药 去给很多人 你管他要不要这个药 你也不管他这个药吃了 真的会不会治他的病 反正只要我 要施区区的 我的病就会好 那你这个施药 不是真的施药 不是要治人的病 只是你自私的心认为 因为他就告诉你 这个施药就可以身体健康 所以你就要赶快买很多药 去分给大家吃 他用得到用不到 他吃了会不会好 你就不管了 放生也是这样 所以不施也是这样 你重点是他要得到利益 利他的心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也并不是说 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他喜欢喝酒 那我去扑扬他酒 结果他喝了酒之后 开车去撞到人 那这种他不是真不施 所以不施他 重点是用 我舍给他的东西 第一个你能舍 没有错你能舍 但是我舍给他的东西 到底对他有没有孕育 我是要利益他的心 这种很重要 佛教徒 尤其是台湾的佛教徒 最会布施 真的 最会布施 那你说像 很忍舍啊 你说像布施一样 饶师来吃的 给他的师父 那问题是 你这样对他真的有利益吗 他喜欢喝酒 布施他一瓶最好的酒 那这样真的有利益吗 那所以这里讲 布施给人最重要的是 用那个人得到利益 那么如果这样 你施毒 毒品给他 不能说是布施 所以布施的定义是什么 第一个 你自己欢喜心的 甘心热意的 不是被强迫的 不是不得已的 也不是没办法的 犧牲了自己的福乐 第二个来成就别人的福乐 第一个是 你能够有牺牲分享的性 第二个是 对他确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布施的真精神 他就是损己利了 这个损只是损自己的物理 但是其实他是利己利了 自己有欢喜心 这个是利益的 自己也得到得到欢喜 而且确实未来也得到福报 其实布施是自利利他的 但是从 从 我东西捨出去的 我就没有 这个叫损己 损失了 我损失了我的东西 我捨掉我就没有了 我给你一个馒头 我就少了一个馒头 我给你一碗饭 我就少了一碗饭 从这里叫做损己利他 但是实际上 他是自利利他 自己也得到欢喜 你真不吃了 你在心里面欢喜心 你十块钱 比如说你一千块好了 那你一千块 你顶多吃一顿大餐就没有了 但是你这一千块 一顿大餐顶多给你舒服 就三个小时了 你在用餐的时间三个小时之后 吃得很欢喜 那吃完之后还清清有味 给你一天好了 一天的欢喜 可是你这一千块 如果去帮助一个人解救一条命 那个是一辈子的欢喜 那就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布施 其实是自利于他的 但是就 我东西出去 我就没有来讲 叫做损己利 你要有这种心 牺牲自己的心 来成就别人 无怪乎立他为先的大圣法 布施功德有着重要的价值 后来大圣很重布施 布施列在第一个 那个就要放在 大圣的布施又不一样 大圣的布施就用三心 三心来行布施 是以普及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的心 那金刚金讲的 就无所得的心 就是不住射身下 未住法而行布施 那个就是大圣 那个就是大圣不共法的布施 那个后面再来讲 六度的布施 那这里先讲这个无射共法的 仁天福报的这个布施 他就要以舍以利 要有这种心 好 第二个 布施的动机 与对象是什么 这也有两类 他说这个布施的心是因为悲心 悲心 其实就是慈悲的心 对人类的观寡孤独 残肺疾病 那观寡孤独 基本上观寡孤独 观寡实际上是失婚的人 死掉先生的 死掉太太的 叫做官夫 官夫寡妇 这是中国人说的 就是名词 所以观寡其实就是 私亲的 就是先生往生的 太太往生的 这个叫观寡 甚至他一个 所以他孤独 那后来就变成 这个一般我们讲就是 上师配偶的 观寡孤独 自己一个人 残肺疾病 不过一般观寡孤独 都是比较 跟年老有关系 年纪大 不是男的先走 就是女的先走 所以一定会 有一个人比较慢走 有一个人先走 当然也有两个一起走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 有一个先走 有一个慢走 依现在的人口结构 来看都是男的比较先走 女的活得比较长一点 基本上大概都 女的大概都活多几年 像我父亲的这一些 这一些都是男的先走 那女的又多活 女的又多活 好死死人 那我们看到的大概是这样 所以寡的会比较多 官的也有 就是先生先 就是太太先走的也有 那比较不多 那当然都是 这个都是观寡孤独 但不一定年老 你的年轻 就上妻上夫也有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 年轻的都还有可以再嫁 或是再娶的 那年老就比较没办法 所以就会比较孤独 那残肺疾病 那这个就容易理解了 就是身体有一些残缺 或是生病 或病 或遭水火风等灾害 或是遭受天然灾害 或遭到冰险 冰险就是战争 因为战争 然后受到冰火的灾害 战争 或如老牛的临死起命 以同情的悲哩心而故事 他说好像老牛 这个牛要死之前 牛很 牛 如果要死他会知道 那有时候会有一种起命的这种 就是祈求你老他一命的那种 那种动作 有时候会有 所以他说就好像这样 那么你同情的悲哩心 去布施他 那他说这个 类似现代说的慈善救济事业 台湾做的最大的就是慈祭 那在唐朝时代有一个叫做无信战 唐宋明天佛教慈善事业做得很大 做得很大 都是在救济这一些 历史像这样的 做布施的 第二个就是当做这一些困难的人 关寡孤独 残废疾病或水灾火灾风灾 那这个我们看现在我们台湾的慈性 大概就知道 做了这个大概就是这一类的 都是悲心比较多的 悲心比较多的 那第二个由禁 对父母的孝养 尊长的供养 三宝的公信 那这台湾基本上 每一次解下之后 四月到七月结下 结下之后 因为渝兰盆军的关系 很多人结下之后都会共生 南船也有北船也有 那北船的基本上就是在 比如说像现在台湾都有很多 南部 中部 然后北部 都有所谓的全国共生 栽生大会 那么这个就比较像是这里的所谓的遗境 那你平常对四月的父子 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以恭敬心 供养三宝 那孝顺父母 那你自己的奉仕思想 这一些 他也是 他也是布施的一种 那这种布施 不是因为悲逆心 不是因为可怜他 不是因为要利益他 而是因为恭敬心 这个人对国家 对社会 对众生有利益 那么我恭敬他 那么我供养他 让他能够更发挥他的力量 来对国家 对社会 对众生产生更大的利益 是这样的事情 像佛陀 很多人都想恭敬佛陀 真的要排队都排不完 要登记都要登记到 但是佛陀也不随便接受恭敬 但是他每天去脱波 那是恭敬 那是应供的话 每一个国王都要请他 甚至有的人请不到 要跟人家买那个 买那个就是说 你把你这个供养的权利让给我 让我供养 然后我给你更多的钱 甚至有这种的 那就是说 因为佛陀 或是佛陀的这些大地主 对这个世间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是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恭敬他 是这样的 这个是来与你的公信心 前面那个悲是来与你的慈悲心 这个是由于你的恭敬心 所以由悲 由敬 那这两个 主要是这两个 那这个敬里面 就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所以就变成恩典 敬典 悲典 就有这三种 就后面就有讲到 好 这个是心 这个是讲到心 对象就有 就是你的心是奉敬心的 那你的心是悲免心的 这两种 这个是心 所以 以尊敬心来布施 含有报德的意味 那就是回报 回报你对我的恩德 这两类布施的动机 与对象各别好 他说 讲到布施功德的胜业 要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心 当然就是动机 是悲心 是恭敬心 第二个是舔 你布施的对象 第三个当然就是你布施的东西 所以三心不可得 有时候讲这个 你布施的 你布施 你不觉得我是在布施 我是布施的人 我布施的给你 我布施给你什么 类似像这样 你不会执着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 说到布施功德的胜业 从三方面 第一个心 布施的心不一样 或悲免或尊敬心声众 就前面讲 以舍以利 那么游悲游尽 就 以舍以利 游悲游尽 就八个字而已 那讲到这个布施的重点 你能舍 然后 你舍对他有帮助 以舍以利 那么你的心 是来以悲免心 是来以公信心 由悲游尽 这是布施的主要 那从三方面来讲 心 前 事 好 现在讲心 那前面心也讲到 悲免跟公信 如果假设你悲免心 悲免心也看有多悲免 公信看有多公信 也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悲劲淡保 就是你比较没有悲免心 比较没有公信心 那就不一样 那 这个在地藏心里面也有提到 大家比较常说 受的就是地藏心 要施心 阿弥陀心 这一种 那地藏心也提出这种概念 地藏心其实就是 武圣共法 很强调英国 强调布施慈戒这种 那你用这样怎么不过三二道 他就提到 假设你以慈悲心 布施那个最贫贱的 你像我们 有钱人会送有钱人的东西 你会用十万块的 买一台很好的 那去送给另外一个富豪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你也可能送给你亲爱的谁 一辆 汽车一辆什么 反正就是 他会 但是他布施给他 他给他 其实是 沿若感情 或是 他可以从他那边得到好处 但是如果你愿意 你看 你看这种东西 以前不知道谁 就讲出一个概念 他说 那个有些人 愿意 愿意花 这千块的美金 去听一场演唱会 但是不愿意 不愿意给一个乞丐 旁边祈祷的乞丐 那么十块钱 不愿意 这个就是 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 现在这里讲 地藏经有讲 假设你能够以慈悲心 慈悲心 然后布施给那个最可怜的人 那么你这个布施的功德 就跟供养佛的功德是一样的 现在有两种 一个就是悲心的 一个是敬心的 那尊敬心供养 功德比较大的 当然就是供养佛 因为佛 佛教徒对佛的恭敬 那么一样是圣者 恭敬佛跟恭敬舍利佛 恭敬心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佛的恭敬大于对舍利佛的恭敬 对舍利佛的恭敬 就大于对阿难的恭敬 对阿难的恭敬 就大于一般佛弟子的恭敬 那就不一样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品婆说的网 或波斯尼网 对佛的恭敬 绝对超过一切 然后就对圣弟子的恭敬 然后是对一般佛弟子的恭敬 也就不一样 但是他都是恭敬心 但是恭敬的心就有差别 那地藏心提出一个概念 他说你布施 你用最慈悲的心 布施给那个最可怨的人 这个悲逆心 你愿意 而且他是怎么样 他说这个你下心含笑 亲手布施 你看 就是他讲到这个慈悲心的概念 下心含笑 就是你不是下心就是 你是很清卑的心 你不是很高高在上的心 我是有钱人 我就全丢给你 那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我高高在上 那你是很卑贱的 不是的 你这个心 你这个心是很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 而且你是很欢喜心 下心含笑 亲手骗尸 这个是地藏心提出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观念 下心含笑 亲手骗尸 而且是你亲手自己 你不是交代别人 你把我捐多少钱给谁 不是这样而已 而且你给他一切需要的 你不只是给他一个 一个他不一定要的 但是你给他一切他需要的 能够给就尽量给 能够给多少就尽量给多少 你是这样的虔诚的 要帮助他 他说你这种悲心的布施 跟你恭敬心共佛 那一种最恭敬的心 来不共养佛的功德是一样的 那他现在这里讲两个 一个就是悲心 一个就是敬心 由悲由敬 那地藏经里面讲到 你这样的布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暖炎未孕 那你甚至你还安慰他 这是地藏经讲的 因为他就是布施给最平贱被 最平贱被 最平贱被 最平贱的是最可怜的 最平贱被 那么你能够慈悲 慈悲心 要慈悲心 那怎么叫慈悲心 就是这个 下心寒笑 群手便师 那么等同你布施 恭敬心 供养 恒河沙佛一样 功德一样 好 那这里 这里讲到 假设 所以你 你没有悲悲心 跟尊敬心 所以他才下心寒笑 那并不是因为他悲戒 你就轻视他 鄙视他 看不起他 不屑 不是这样的 而是 你悲悲心 跟尊敬心 那么 纯心不同 布施虽同 功德却大有差别 同样都是给 用什么心来给 就 以后 你怎么得就不一样 你怎么得就不一样 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 下心寒笑 谦卑的心 悲悲的心 那么用利他的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以后我们要布施 我们就要 第一个 要审查我们的动机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是真的要利益他的 这个才是 这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 这个心把握住了 然后 布施什么 布施给谁 那么 他就 也是重要 但最主要的是 你为什么要布施 你怎么布施 布施的什么 布施给谁 最重要的是 布施的心 但是 布施只有心而已 当然 后面也有一些差别 但最主要的是心 最主要的是心 好 第二个 田 田就是 布施的对象 那 你供养佛教 你就跟佛教结因缘 你供养道教 就跟道教结因缘 你供养基督教 供养佛教 你就跟佛教结因缘 就很简单是这样 你供养给谁 你就跟谁结缘 好 这个田就是福田 就是布施种福的地方 为什么叫田呢 因为 就好像种子 布施的心好像种子 放在田里面 你会长出东西 那田有肥沃不肥沃的问题 如贫穷疾病等 是悲田 所以布施的对象 他就从前面的 这个 由悲 由禁 这个禁又产生两个 就是父母思长 这个是恩田 那三宝 这个 这个是禁田 又不一样 就从这里又分出两个对象 好 那 他说贫穷疾病等 这个是悲田 就比较卑贱的这些人身上 或是比较可怜的这些人身上 你希望能够帮 借由你的帮助 帮他们度过困难 这个是由你的悲心发展出来的 你的慈悲心 那父母三宝 这个对我有恩 父母养育我 那么师长教育我 那么这个对我有恩 那么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 这个可以算是恩田 但是他这里讲 父母三宝等是禁田 那恩田他就放在 我看他这里 他只有讲两个 只有讲两个 悲田跟禁田 但是一般有讲三个 悲田 禁田跟恩田 那恩田里面 父母与我有恩 禁田就是值得恭敬的 就是三宝 就是菩萨 佛 这些值得恭敬的 就是他有德 那这个德 那这个德 对国家社会有利益 值得我们恭敬 那父母师长 是与我们有恩 对别人不一定有恩 但是对我们有恩 也值得我们恭敬 也值得我们孝敬 也值得我们效仰 那 陈佛之道里面 只讲两个 田只讲两个 那一般 一般的说法 讲三个 就是福田里面 又分三个 悲田 可以生出福报的 悲田 恩田 禁田 五分是三个 我现在来看到这个 陈佛之道 只讲两个 我以为是三个 那我们等一下看 那田不同 田就是福田 貧穷疾病是悲田 父母三宝是禁田 那禁田里面 供养父母 胜于供养尊长 因为父母有恩 三宝中 不供养出果 不如恶果 恶果不如三果 菩萨不如果 一切不失功德 不及失佛功德 这是福田尊圣的缘故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对国家社会 对众生的利益更大 是这样的 一个三果的胜者 一个出果的跟俄果的 俄果的跟三果的 三果的跟四果 为什么有差别 因为四果的 四果的胜者 可以利益更多的人 他可以教人家赠三果 可以教人家赠阿罗阿 可以教人家赠二果 可以教人家赠出果 但是三果的胜者 没有办法教人家赠阿罗阿 顶多只能教人家赠三果 赠二果 赠出果 那出果的呢 出果的顶多只能教人家赠出果 他没有办法教人家赠二果 因为他自己就赠不到 所以他是功德的大小 除了你的心之外 是因为这个人 对国家 对社会 对人类 有贡献程度不一样 不一样 那因为你的供养 他存在 他存在对众生产生利益 就好像你初前盖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存在 对众生产生利益 产生多大的利益 都有你的一份功德在 那这个人 比如说你供养佛 佛因为你吃了这一餐 今天就可以打坐 今天可以说法 他说法又度了很多人 他说法度了很多人 都跟你提供他一餐 他吃了饭 他可以做这件事有关系 所以你就有你一份的功德在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才会有产生差别 好 那事实上 藏经里面有讲 也是有举到这个 供养一个恶人 不如供养 供养一百个恶人 不如供养一个善人 供养一千个善人 不如供养一个贤人 供养类像这样 讲到供养诸佛 最后跟你讲 你供养佛的功德 不如你自己发谱 你心要成佛 那就是 你虽然供养很多佛 但这个佛 佛法还是有肉的 还不如你自己 你自己发心要成佛 然后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好 所以 他说 悲田中 前面是敬田 敬田就是这个人 的德恨来分 那悲田呢 以悲悯的程度来分别 他说 举例 像他年轻 年轻力壮 结果不务正业 然后才去外面跟人家乞讨 弄得衣食无佐 虽然可悲悯 但不及残废老弱的可悲 所以你供养那个年轻 不务正业 那刚好他给他的供养 他刚好可以不用做事 天天就这样有所好选 这样你的布施功德就不大 但是那个年老了 他没有子女奉养 自己又很可怜的 你的布施刚好提供给他温暖 因为他自己也没办法 这种的悲悯心 这种的布施功德比较大 其实是这样 他当然还有分 你供养给一只狗 跟供养给一个人 当然供养给人的功德大 但是你供养给一只非常生病的 那么快死掉 你带他去看医生 跟你供养一瓶酒 给一个人喝的醉 就在那里 那供养给那只狗的功德大 就是这样要分 那一般来说 供养人比供养畜生的功德大 像有一些人在死死供养鬼 但有没有供养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个供养心 六道里面 当然 比如说我们会栽天 也会供养天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可以供养天吗 那天又不吃你这些东西 天吃的比你好 他哪里需要你这些 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一些拿来供养 那些穷人 还有功德 这个才是真正供养天 因为你用食善法来供养天 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天 那供佛也是这样 那佛在的时候当然我们供养 佛不在 你拿苹果拿香蕉 那当然那个是表示一点诚意 但真正的供佛就是 你遵守就是 依佛所说的去修行 然后帮助这一些应该帮助的人 应该帮助的人就两类 一个就是穷苦的 穷苦的需要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 修行需要帮助的 那这个就是敬田跟什么 悲田 你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佛 这都是法供养 无法修行共养 他要你怎么做的 所以这里讲 这两类不 他讲说 这个 这个 你供养那个少壮不义正院的 不如供养那个残废老弱的 比较可悲 因为他可以做 那你刚好这样布施给他 他刚好增长他放育的性格 对他实际上 对他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利益 又回到前面 以蛇以利 有没有真正人利益他 那我们说过 这个对象 对象不一样 那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六道里面是以人为主 那人里面又分善跟恶 供养善人当然比供养恶人的功德大 因为善人对社会比较有帮助 善人里面又有分贤圣 当然圣人的功德比较大 圣人里面又有分菩萨 佛 阿罗安 当然供养佛的功德比较大 就是这样分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定的 还要看你用什么心 用什么心 好 第三个四不同 那既然讲到供养 供养的心 供养的对象 那还要讲到供养的东西 供养什么的问题 那在佛陀的形态 基本上就是四式供养 那有三个是常态性的 有一个是不一定的 是有需要才有的 那四式供养就是什么 饮食 衣服 卧具 就是他的生活基本配备 饮食 衣服 卧具 那医药就不一定 医药是有病的时候才需要 没病的时候你给他要做什么 也不需要 所以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就变成四式供养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讲到这个是佛同时代的 那讲到这个是 四式所布施的事物 如心同甜同 同样是供养佛 同样是以罪共心心来供养佛 同样是悲悯心 来供养这个贫穷悲见的 但是那差别 你供养什么东西就有差别了 所以他说 当然要依不思事物的多寡 而功德分胜略 他也不一定是多寡 还要有优劣 不思得多寡次数跟优劣 所以这里讲 不思事物的多寡 比如说一样是供养佛 那你供养佛一百块 当然佛不收钱 供养佛 供养佛一条香香 跟供养佛 那么一个沾檀香 不一样 可是沾檀香比较尊贵 当然这个还清得到你比较能舍 就是说从这个寺 如果前面两个心跟田都一样 比如说心是最公信心 田是佛 那这个都是最好的 但是供养了什么 那就不一样 寺就不一样 那这个寺又有分了 就是说他讲多寡 这个多寡就是 还要分两个 这个多 比如说 你供养佛一餐 跟供养佛三餐 三天 三天吃 因为佛一天都是一餐而已 那供养佛一餐 跟供养佛三天 那吃三餐 明显的三餐的功德比一餐大 很简单是这样 次数 你供养佛一次 跟供养佛三次 那三次一定比一次多 功德一定比较大 那这个是多寡的问题 所以他就有量 他就有所谓的量 那量就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数量 数量就一次很多 或是很多次 次数的问题 就是一次你供养一次你供养他很多 或是你供养他很多次 次数的问题 第二个就有质量的问题 那质量就签 这个数量跟质量就签到你供养的心的问题 因为越难得 就阴重施嘛 是难得嘛 难得施嘛 你当然还要看个人的能力 一样的能力 那比如说我只有能够买一颗芭蜡的钱 那我就把芭蜡的钱拿来够 把芭蜡拿来供养佛 那我可以买苹果的钱 苹果拿来比较贵的话 我们几粒嘛 那我能够供养佛苹果 那就还要分你的能力 所以平米点灯 这很穷 但是他所供养的心理就是他的全部 你很富有 你有一千万 你有一千万 你供养一百万 那基金很了不起 可是他只有一百万 他供养九十万 那这个更了不起 他十分之九都失不失 他这个只不失十分之一 但虽然是这样 他一百万 他一百万比九十万多 但是 他供养的心九十万比一百万大 所以这个心就不一样 所以他还要牵涉到量的问题 那阴重心 硕硕施 那么他都会有差别 所以有难得物的来施 就是比较贵重的 那么你能够施 当然也牵涉到你的心 那这里讲 因为不施事物的多寡 而功德分胜裂 就胜就是出胜 裂就比较差一点 这三项中佛法还是以心为重 但主要还是心 那心主要最重要是清信心 因众心 因众心 公敬心 当然就公敬心 最重要是公敬心 因众心 你是非常 你是非常慎重其次的 因众心 然后清敬心 当然清敬心就讲到 你不执着 你只是共养 你只是共养 好 所以他讲 那么以心为重 所以平人一钱一国的布施 不一定不辱富人 十万百万的功德 不一定都看 这个要看 那也不能说 那我就 我就不施一块钱 我用公信心 不是你能够不施一百块 你不施一块 你那个就不叫做一重心 所以 这个还是有差别 好 那这个是简单讲到布施 那后面就讲到 不如法的布施 就是前面是讲到 怎么样的布施才真正有功德 那后面就讲到一般 大致就认识讲得很详细 讲了很多种 怎么样是不如法的 基居施 什么施 他也不是没有功德 只是说 这样的功德 比较没那么殊胜 那我们来看 他说 施因如法施 勿随至布施 求报及席先 息天妖明等 好 那大概讲到几种 不如法的布施 就是不殊胜的布施 布施功德的大小 依动机对象 其布施的事物 就是布施的东西 来去分 所以有一些不纯的 不高尚的布施 应该要避免 我们应该要避免这样的布施 而修乳法的布施 既然要教你布施 他一定要教你怎么样 乳法的布施 就好像这个食物 怎么做 才能够得到健康 美味 营养 那种是很重要的 一样是吃东西 你吃了不健康 吃了没有营养 吃了不好吃 同样是那个东西 同样是那个浅满那个东西 可是你不会喷条 煮出来 就丧失了食物的原味 丧失了食物的营养 那个是没必要 那一样要布施 那没有得到布施的功德 那就 不是佛陀所要 因为佛陀教你布施 是要你从布施中得到利益 而布施是用你布施而已 不是说你布施给我 让我得利益 没有 不是这样 所以 他讲 什么叫做不纯不高尚 不合布施服业的真意 就是不如法的 那么大概 这里成果之道 大概说七种 七种 就是比较不好的状态 是你也布施 但是你这样的布施 并不是真正俄语佛法的 佛陀教的 那么第一个随自私 随自私就是勉强的 不好意思 季节的 因为来 不好意思 随便随便臭红臭 打发打发 那也像这样 好像 我们叫做不乐之间 有人这人去寺院 常常会遇到这种 有点半强迫 不好 又不好意思 又觉得不要失破人 又觉得 像有些人就 好说来说 他又是师父 又是师父 都来了 不给他 不给面子也不好 他说给 我会觉得 心里面又觉得 不想要给 就随随便便 就打发打发这样 那其实 当然 强行化圆也不好 所以佛法讲化圆 都不是化钱 是化圆 那这个圆 后来就变成恶圆 本来是要善圆的 要让你种善根的 可是 并不是你布施就有福报 不是 你这样强行叫人叫布施 甚至说 你没有钱没关系 先让你欠罗 你以后慢慢还 这种其实都不是那么 那么如法 那搞得很多人 那么一时兴起 就牵了这个卖身金 后来还不出来 就觉得老师一直欠 欠佛头钱一样 心里面一直挂安 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 你只要布施给三宝 我们就有福报 不是 不是 佛头已经跟你讲 布施要欢喜心布施 才能得欢喜的福报 所谓布施者必莫其利益 若为乐故施 你自己欢喜的 那你也希望别人得到利益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欢喜心 那么也希望 你未来能够得到利益 那别人也可以得到利益 那这种才比较重要 那很多人不欢喜心布施 那就是这里第一种讲的 随志施 不管这个人是乞丐 还是 还是这个 师父 还是政治人物 反正就好像是黑道来 你不拿钱出来 我做你 那你就拿钱出来 那你不能讲这个是布施 不得已要交给他 只是这个人换成师父而已 那你就人情上害不过去 那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功能 那你也不要认为 那你只要把钱捐给三宝 你就有功能 不一定 你要他欢喜师才有功能 所以你真的为了他好 你要让他欢喜心 欢喜心拿出一百块 都比你被强迫拿出一百万 或是一万块有功能 你欢喜心一百块 比你被强迫拿一万块 你看起来一万块 好像比较有功能 其实没有 你与其很痛心很捨不得的 拿一万块 给这个试验 给这个法师 倒不如你很欢喜的 拿一百块给他 真的 这样还比较有功能 因为你是欢喜心的 所以这个随自私 由于企划的 牧原的 企划就是 这些乞丐 或是这些人 牧原的 牧原的就是 比如说宗教人士 法师这些 逼上门来 他自己来了 我们就请他来 当然乞丐不会你请他来 不好意思拒绝 或是大家一起带到试验里面 前面的人带同圈 后面的人也不敢不圈 或不好意思不圈 那这样的勉强布施 心痛不舍 不如法 没有什么功能 第二个 布施 这个布施不是 不是布施的布施 或者是心里面害怕和布施 恐怖的布施 这个布 所以布施不要变成布施 就是害怕 就好像黑道一样 那你如果不布施 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布施变成布施 就害怕 因为害怕 所以不得不给他 那前面那个是不好意思 人情上的压力 或是怕被人家讲 那不得勉强 前面是勉强的 第二个是 发掘到自己的财产 全为生命危机的难以保持 怕什么都失去了 于是乎去布施 希望从布施功德中 得到现身消灾元寿 逢凶化吉的果报 这种布施是一般信徒所昌的 你害怕 你这种害怕是因为 如果我不布施 我可能没命 我可能没钱 我可能会怎么样 那常见的就是 我拿钱 请事愿帮我消灾 这个不是布施 这个是买卖 这个是第一个 你的心不对 第二个方法不对 动机不对 方法也不对 这个叫做花钱消灾 那你是花钱的嘛 那人家也帮你送金了嘛 一个愿打一个愿来买卖的 这种也没什么功德 所以我常常说 你与其拿钱去给试验 叫他帮你写名字 安排位 点灯 你倒不如直接布施给他 你都不要写任何名字 你欢喜心布施 希望这个试验注持正法 这样还有功德 那你就是叫他给你点一盏灯 买卖 这样还比较没功德 你拿一百块 就跟人家买馒头 卖你馒头的 跟买馒头的 彼此不相欠 他给你馒头了 他做馒头卖给你 你拿钱给他 谁对谁有恩 都没有 但是 你看他糗 你拿了一百块给他 他虽然卖馒头 你没跟他拿馒头 这个你就对他有恩 你就有布施的功德 你现在拿一百块 去试验里面 叫试验帮你给你盏灯 人家也帮你给你盏灯 人家早晚也帮你祈福 你有什么布施功德 没有 没有 人家帮你收一布斤 也费时间 就好像唱戏给你听 你有什么功德 所以你与其要这样 血排位点灯消灾 你倒不如不要 你倒不如直接把铁排位消灾的钱 直接用虔诚共性的心 捐给这个试验 还比较有功德 真的 一般的信徒就是这样 害怕 不知道 我可能会 生病 就去试验点灯消灾 在做法会超度 又是法会干功 很多人都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其实是害怕自己 失去 想要从佛菩萨那边 得到自己想要的 所以 我们就说 拿一点钱要去买功德 拿一点钱要去消灾 那这种反而 这种布施 看起来好像你布施 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 或是说你是这个心 那你希望 我布施给多少钱 那希望佛祖帮我保佑 失业 失业 身体健康 那这种心也是这样 所以他讲 这个大部分的信徒 现身消灾元寿 就显牌位 点灯 超度 种种这一些 那么 这种布施 是一般信徒常有的现象 那我们知道道理 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布施 我们法会 我们不用去策略 但是 我们如果觉得 我们想要 大家都做法会 大家在消灾 我们也不一定要 那个时候才去布施 就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去 但是你觉得 这个时候要做法会 那么 这个法师也有讲 那我们 去参加诵金也可以 但是 诵金并不 我们并不需要 你要不要点个 要不要写个牌位 息息 你可以不要 真的 那你只要全程的诵金 了解这个道理 诵完了之后 那你布施不是 不是买卖交换的 不是的 你就是纯粹 我要来帮助这个道场 你用这种心 我供量给这个道场 让这个道场 能够注持佛法 能够带给众生安定 这样的心 然后我送完经 我不用写消灾百味 我不用超度 我不用 我送完了心 我浅浅的专注的 来送这个佛经 然后我从经典里面 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告诉我 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那我用虔诚的心来布施 那我自己把 我如果有些什么功德 我愿意 成长些什么样的道业 然后我来利益 什么样的人 做回向 这样反而比较好 比较实际有用 而且合法 如法 那如果像一般的就是 这个我要写大 因为我的业章比较重 所以我写大支一点 钱比较贵 或是我点点大一点 钱比较贵 或是我去大事业点灯 比较多钱 小事业有时候 没有那么多人 大事业很多人 所以那个点灯的钱 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觉得 我现在事业不顺利 我要去大事业点大灯 或是大瓦会做大排位 我告诉你 你与其这样 你倒不如发大心 只要发大心就好 那你不能要很多钱 你依你的能力 依你的能力 然后清静心 应重心 恭敬心 去供养那个道长 这样就好 我告诉你 这样比较直接有效 比你花大钱 做大排位 去大事业 点大灯 还有效 真的 因为这个才是乳管 而且是真正有效 可是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这样 都不是这样 因为不懂道理 不懂道理 又不学习又不听进 所以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他只要点灯 尤其是一年到头 只要点灯 最常见的就是过年点灯 做法会的时候 消灾排位 大概就是这样 很多法会 然后 点就是点一年份的 事业都会到 时间大了 点灯消灾 到教的也有 佛教的也有 你知道龙山寺 我点灯都要排队 那不是每个人点得到的 还要前一天都去站椅子 只有几个名论 大事业的还要去 那你 你与其这样 你把那个位置让给别人 我告诉你 你就直接 虔诚心 拿这个虔诚心 拿这个虔诚心 哪里要点灯的钱去供养 这样就好 我告诉你 双倍的功德 真的 你那种心 心不同 而且你不是做买卖的 你也不用他的灯 因为你的法就是你的灯 你的心就是你的灯 你又实际上有这个心 他在你的内心产生欢喜心 产生力量 那别人急需要那一盏灯 就让他去点 那你还是供养 可是你的供养的心 跟你要点灯换的心 又不一样 你的心更殊胜 而且你也实际上 帮助到这个事业 你的会不会欢喜 你看 所以这样的心法流比较好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为了抢那盏灯还打架 那你看 这有什么功德 我每次看到 为了点那盏灯 大家为了排队 排到 排到 抢不到 然后怎么样 然后为了这个争吵 我就觉得 这个到底点的是什么灯 点得到你是光明灯还是无明灯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人不懂道理 都懂道理又不学习 这比较麻烦 所以就一直都不懂道理 这佛教徒 很多都没有绝照性 这很麻烦 好 我就讲底下看 所以他这个叫做什么 不 就害怕 那一般都是这样 害怕 然后就要去求 求消灾 求消业战 求光明 求福报 第三个报恩师 这个也是带一点勉强不得已的 为了报恩本来是好的 但是这里的报恩是说 受了人的恩惠 现在以仇谢兴趣布施 这不是众福 而是什么还战 就是 那你就 你这个送东西给我 那我要拿钱去供养你 就第一次像这样 不是说 你就对我有帮忙 我帮忙 所以佛陀说法之后 那么本来他不供养的 佛陀说法 他欢喜 供养了 佛陀就不收了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还债式的 他就不要了 有人遇到不顺利的环境 去向神佛祈愿 环境顺利的 一切去酬泄布施 如果你让我 生业顺利 我就 我就帮你设亲生 你也像这样 这个是 你花月 你去酬泄 这个不是故事 你还债的 还愿的 这个都不是真的布施 但是也是要 但是这个不是 不包含在布施里面 第四个 求报施 布施的时候 希望别人报答他 甚至为了希望他帮助 希望他为我献生命 这才荣重的礼物系布施 使他感激而为自己出义 其实这个不是要利他 是要自利的 是希望自己好的 并不是希望别人好的 你不是要帮助他 你实际上只是要帮助自己 就好像你拿一条桶器给鱼吃 你并不是要帮助那条鱼的 你是要把那条鱼钓上来 你要吃鱼的 那你不能说我布施也可以 我布施食物给这个鱼吃 所以我可以吃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布施 第五个席先施 就是说传统 时间到了就要捐 就变成这样 自己并没有布施的意愿 只是父母传下来 或交代下来 告诉你你要做 你不得已 所以每年总是布施商保 或布施慈善机构 沿袭下来照例行事 还有一种类似像这样 现在也很常见 有一些企业家要结税 要结税 但是他如果结税 如果你布施给 有一定的名额 布施给慈善机构 或是布施给试验 就可以列在那个扩除耳里面 反正他不是给政府 就是给慈善机构 所以他就把这些结税的钱 拿去扩款试验 这个好像也是布施 但其实 没有 不能真正算是布施 因为没有舍 因为你是 反正你都要给 这笔钱一定要出 你如果 比如说他给你20万的这些名额 当然你给试验 这试验还是有帮助 所以很多人就拿这个 反正你就扩除耳 很多试验 试验做得越大 他的有一笔钱是更多的 那你就借那个钱而已 这个来 这个老实讲 只是拿政府的钱来 不是叫借发试验 他本来你没有给试验 你要给政府 但是你把给政府的钱 拿来给试验 只是这样 当然这试验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从布施心来讲 这个不符合布施的心 是不符合的 但是对试验有实质上 也有一些帮助 还是有福报 还是有功德 但是跟你布施的心气是不相符合的 对试验有实质的帮助 因为你觉得 反正我这个前来的试验 对这个试验有帮助 你还是希望这个试验好的 还是有善心的 但是不符合你布施的心气 因为这种布施的钱 你没有守 前面讲到 你是要把舍给政府的钱 就是要交给政府的税 拿来 拿来赞助试验 这样而已 那实际上对试验还是有帮助 没有错 你还是有你的一份福报债 但比较不符合 布施的心 就是这种功德 比较没用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 这里讲的所谓的 席先师 就是他有一个照例 照一个例 沿洗下来 第六个西天师 为了求得天神的喜悦 获得天神的护佑 或者希望上升天国的信心 这个也不是没有功德 但是也同样不太符合儒法的故事 那只是把这个天神 犯成佛补扎 你是为了求佛补扎的保佑 那你并不是因为供敬他 你是因为他能够保佑你 好像付那个保护会一样 今天共能他 他就保护你 好像给你保镖 天天取保镖的钱 一个月给他多少钱一样 这个其实不是 也不太符合儒法的故事 第七个 要民师 为了孤民调益 这才行事 要给人家知道 我是食善家 我捐了多少 我捐了多少这样 要有人的名词 有些在大庭管道 为了面子 不能不慷慨的施责 这种布施 当然也有多少功德 只要布施就有功德 但是有多少功德 就不一定 就是布施就有作用 但产生什么作用 就不一定 他现在跟你讲的是 你真正实质 有好的作用 有大的功德 这七种要尽量避远 他说 这种布施当然也有多少功德 但以佛法的布施 真意义 到底是相去太有 不太一样 应该处理深切的悲净心 做儒法的布施 应该要这样 我们先休息 休息石墓壮断 中文字幕——YK